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机票下面那一个是一个train trip 就是一个火车它开启的时间 火车行轴的时间跟它到达的时间 那这个也会以24小时计时法来写 那同学们知道为什么吗 这其实是为了让旅客们知道 那个飞机到底是上午执行的还是下午开始的 所以过后我们往期的内容呢 会大概讲解到到底怎么分上午还是下午 除此之外呢 我们平常在新年的时候 圣诞节的时候都会进行倒数 倒数的时刻啊 我们也会以24小时的计时法来倒数我们的 5 4 3 2 1 对吧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时间是如何显示的呢 不管是24小时计时法还是12小时计时法呢 通常啊 我们的时间都会以时跟分来显示 时就是小时 分就是分钟 那之前你们一到三年级都学过 一天一共有24个小时 那一个小时呢 一共会有60分钟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看 什么是12时和24小时的计时法 其实啊 12时的计时法就是我们把一天 分成了上午和下午 什么是上午呢 上午就是午夜的12点 一直到中午的12点 就是12个小时 那下午呢 就是从12点中午 一直到午夜的另外12个小时 我们把我们一天的24小时 分成了一半 12是上午 12是下午 接着我们来看 24小时计时法的话 其实就是时间已经从午夜的12点呢 来看到底经过了多少个小时 多少分钟来显示 一般上我们说早上1点 2点其实是凌晨嘛 凌晨1点 2点 3点 4点 5点 6点的时候 你就起床开始准备要去学校了 那7点 8点 9点 10点 11点 12点 哎 你可以发现墙上的时钟 其实已经转了一圈 对吧 已经转了一圈 12个小时 那12个小时完了 接下来我们还有下半天 就是另外的12个小时 也就是13点 下午的1点 14点 下午的2点 那这时候你就开始放学回家了 那15点 16点 17点 你可能在补习 18点 就是我们下午的6点 待会儿呢 老师会教你去怎么去分辨 18点是几点 20点是几点 22点是几点 好 那你会以20小时的计时法 来写出12时计时法的时刻吗 首先我们来先来比较 前面两个吧 1.00am跟1.00pm 差别在哪里 差别在于一个是am 一个是pm 那我们都知道am是早上还是下午啊 早上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24小时的写法呢 就是010010 010010 那pm的话 1.00pm是下午 已经下午的时候 下午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发现到时钟 已经转了12 已经转了一圈 12个小时 所以同学们只要记得这一个 下午的时候呢 时钟已经转了一圈 转了12小时 那我就要加上12个小时 1点加上12小时的话 就是1310 130010 这个同学们可以发现到 为什么当我们写am跟pm的时候呢 我们会有点点 会有那个中间的点 为什么当我们写成24小时的时候呢 我们就必须拿掉那个点点跟am 写成10 这就是它的那个format ok 当我们写成24小时的时候啊 我们只可以写一个字 那就是10 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 6.00am 6.00am 早上 早上时钟还没有经过一圈 所以我们不需要加任何的12小时 就直接把它写成四个号码 060010 060010 那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 6.00pm 6.00pm呢 是下午嘛 还记得刚刚老师说的吗 下午是时钟已经走了一圈 已经经过了12个小时 所以我们呢6又加上12 6加上12呢 就是18 18岁写成四个写成24小时的写法的话 就是180010 大家都有概念吗 好 我们再加续讲哦 大家都有概念了吗 好 我们接下来看两个例子 我们再看8.00am am是早上 早上 早上是还没有经过12个小时 还没有转一圈 刚刚才开始那个第一圈而已 所以呢 那我们的8.00早上呢 要写成24小时写法的话 前面要补一个0 因为我们要写成四个号码 所以是08.0010 这样我们看下一个 8.00pm pm的话呢 是下午 下午 诶 时钟走了一圈了 已经经过了12个小时下午嘛 所以呢 我们就要加上12小时 8小时 8点呢 再加上12小时 就是200010 同学们 你们一定要看得出 当我们写12时计时法的时候 跟24时计时法 之间不一样的写法在哪里哦 好 最后一个例子了 你看 这是12时计时法的 12点00am 早上凌晨12点的时候 凌晨12点的时候 诶 这个我们到底要怎么写啊 那同学们就问回自己 嗯 一天开始了 那这个时钟开始 第一个圈了吗 转完第一个圈了吗 还没有 对不对 所以还没有 我们不能加上12 我们必须要减掉它的12 所以我们写成24小时计时法的话呢 我们要写成000010 要记得因为时钟还没有真正的开启另外一天 它还没有走另外一天的那个第一圈 所以是000010 那我们看这个12点00pm 12点00pm的话呢 它是下午 下午已经走完了第一圈 所以呢 它就要加上12 它要加上12 也就是12加12 就是240010 OK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一天啊 一天的开始 就是凌晨的12点 000000 凌晨的12点 12点am 午夜的12点 一直到我们晚上的11点59分 晚上11点59分的一个表 那下面呢 老师又给你看一看 什么叫am 上午 什么叫下午pm 到底要怎么分呢 上午呢 这个am 其实是拉丁语 antimeridium的那个缩写 就是am 下午呢 就是拉丁语 postmeridium的缩写pm 那这个拉丁语的意思 其实是中午前 中午前 那下午pm 拉丁语的意思呢 是中午后 到底中午是几点啊 同学们 中午其实就是我们的12点 中午12点 OK 中午12点 好 那什么时候是上午呢 上午的时段呢 其实就是午夜的凌晨 零点 凌晨12点 000000 一直到我们中午的11点59分 一直到中午的11点59分 那下午的时候呢 就是下午12点 下午12点 一直到凌晨 一直到晚上的11点59分 同学们要记得清楚哦 什么时候是上午 什么时候是下午 好 接下来同学们想一想 哎 每一次 妈妈都会上网 Lazada Shopee 还是淘宝 都有可能 都在想 有一个大促销 都是从午夜开始的 那到底午夜是开始 还是结束呢 刚刚我们一直在讲嘛 每一天呢 都是十二点凌晨 都是午夜十二点 有就是二十四小时的写法 00000 因为时间还没有开始走 所以它是00000 所以同学们记得 记得再记得 午夜十二点 是一天的开始 午夜十二点 是一天的开始 那一天的结束是几点呢 一天的结束是 十一点五十九分的晚上 晚上十一点五十九分 是一天的结束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二十四小时计时法的话 又是怎么算的呢 二十四小时计时法的话呢 其实我们看哦 从凌晨的一点 就是一点00am 一直到十二点五十九分的pm 一直到十二点五十九的pm 如果我们要换成 二十四小时计时法的话呢 我们呢 必须要舍弃中间的两个点 跟后面 跟后面的那个ampm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时钟 你想想一下 你想象一下 同学们想象一下 这个时候 时钟转的是第一圈 时钟走了第一个十二个小时 那他还没有 还没有经过另外一个十二个小时 所以呢 我们必须要丢掉 我们中间的两个点 跟ampm 然后用四个数字来表示 比如说 1.00pm 我们要写成 010010 要加上一个10 另外一个例子 11.30am 11.30am的话呢 我们要把它写成 四个数字 换成24小时计时法的话 要拿掉pm跟两个点 变成了11点 变成了113010 那第三个例子 12.45pm 12.45pm 要写成四个数字的话 同样的 要拿掉它的点点跟pm 加上一个10 就变成了124510 这个是我们的上午时段 我们上午时段的写法 那下午时段的24小时写法 是怎么写的呢 下午时段的话呢 就是后面青色的部分 从1.00pm 1.00pm 一直到晚上的11.59pm 1.59pm 就是晚上的11.59分 这个时候 想回去 刚刚老师一直在讲 下午的时候 时钟转了几圈呢 它已经转过了一圈 已经转过了一圈的话呢 我们就要加上12个小时 就要加上12小时 我们要加上12小时 然后就要拿掉这个pm 拿掉pm跟点点 加上12小时 我们看例子 1.00pm 1.00pm 下午的一点 就是加上12小时的话呢 就是130010 第二个例子 10.05pm 也就是下午晚上的10.05分 我们要加上12小时的话呢 变成了220510 第三 11.40pm 就是下午的11点40分 也就是我们的晚上11点40分 已经转了 时钟已经转了一圈 时钟已经转了一圈 所以呢 我们要加上12小时 变成了234010 诶 同学们应该会注意到 老师老师 怎么竖轴上面 还少了一段时间啊 那段时间是不是 00000到1点 那我们要怎么写呢 00000到1点呢 其实就是从凌晨的12点 午夜的12点 一直到12点59分 一直到凌晨呢 12点59分 时钟还没有开始走诶 才刚刚开始走第一圈呢 12个小时而已诶 可是他有12 那我们怎么办呢 这个一个小时啊 我们要减上12时 好 那老师讲简单一点就是 我们午夜的那一个时候呢 当我们写成24小时的话 我们要减掉12 比如说这个 你看12点点00 midnight午夜 那就会写成 00000时 或者是凌晨的 12点59分 12点点59am 我们把点点跟am拿掉 因为它是凌晨嘛 它是凌晨 所以就写成 24小时计时法的话呢 会变成了0059时 好 那同学们呢 你们可以自己在家里尝试 看看 把图片上 24小时计时法的时刻 写成 12时计时法的时刻 尝试看看 今天的课你到底会不会哦 那今天的课我们就上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哦